我們就已經講了東西 我會把它放在教學論壇 所以如果將來你需要也收到那個課後的錄影的話 那你就自行再加入進來就可以了 加入的方式很簡單 第一個登入Google帳號 第二個的話呢 你就點擊他 他會有個申請會員資格 那你就告訴我說你是上這門課的同學 我就幫你加進來 那以後的話我上完課 我會把那個我們上課的連結貼到這邊 並且告訴你我們上了什麼東西 那上課的完整影片也在這裡 所以你就點擊他之後的話 就可以看到我們上課的內容了 基本上這個影音的部分呢 我是不公開的啦 就是說呢 也許你可以看到片段 但是你要看到完整 只有來上課才可以 這主要是 還是要保障一下那個我們上課學員的 權益問題 當然也很希望大家能夠如果要看到完整的影片的話 還是要來上課 然後 有種也沒有來上課想要看完整 那怎麼 那每個每個人都看完整 那我就不用來上課 我就在家裡錄一錄 放上去了 也不用開課了 不過這也是趨勢啦 因為大家好 慢慢還是發現 你聽一次會 聽得懂 全部記起來 應該是不太可能的 除非你是天才 如果你記憶力超強 我發現好像要學程式 記憶力也要很強 不然的話 你那個 很多細節忘記的話 漏一個地方 都不行 有沒有 上個禮拜我們做了很多事嘛 包含什麼下載一些安裝環境 包含Python的這個版本 安裝Duncle 然後呢 再把 這個 Eclipse下載 然後還要下載 Java的JDK 最後呢 再加上什麼 Jungle的 在Eclipse的外掛 這些全部都要把它掛在一起 才可以是 一個 開發環境 不過對不對 不用擔任 這個東西 只要做一次就好了 你不需要說每一次上課都要做一次 那如果你上禮拜 只要沒有做成功 沒關係 我會把 我做完的環境 包成一個懶人包 你就自下載 丟到你的那個 可能低疊底下解壓說你可以用啦 不用擔心說 你環境不成功的問題 反正盡量啦 我們這邊上課好處就是 反正都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你只要放輕鬆 然後 上課的時候認真聽講 下課的時候 一定要再做一遍 反正就這樣 不只一遍啦 反正你就多做幾遍 還有呢 去做一些延伸的練習題 好啊這樣我想 一個學期下來 你說 你要這個東西沒學好 應該我想也 除非你自己沒有花時間 OK那 這邊有view 我發現這還蠻熱門的 我要放上去之後 180次的觀看次數 6天前更新 OK 所以 Python的需求蠻大的 大家只要 看到Python 就會 很想學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這東西 難度我覺得 比那個 Excel VBA還要更困難 而且需要知道更多 但是好像 可能跟AI有關吧 跟大數據分析 跟 Machine Learning 機器學習啦 影像變 都有關係 所以未來 還有IoT 就是物聯網 有關係 還有像什麼 金融 3.0 好像只要 所以你會發現 Python的這個 這個程式語言 他幾乎廣泛的 被大家使用 好那 但是實際上用起來啦 我是覺得 如果office上面 還是VBA比較方便 那學習起來還是VBA比較簡單 比較起來 因為你光光看環境就好了 如果VBA打開 Excel打開 設定一下就有環境可以開發了 但是呢 Python你要怎樣 裝一大堆東西才能開發 所以光門檻 就墊高許多 OK好第一個 大家了解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們上個禮拜的 東西其實雲端上還有雲端白板 所以你只要照著D00這個建置環境 並且測試啦 那我有把那個比較重要的環境大概都貼到這邊 第一個下載 你的環境 那最新的版本3064 你就下載3064 再來的話呢 相關的測試 大家確定一下 這個是上學期講的 然後 一些相關的安裝 路徑 基本上照著步驟做 這個上禮拜的動作 再來另外的話呢 這個是 建置Python的部分 那我們上個禮拜主要是這個 利用 Eclipse 加一個 PyDIF的開發 這個 那上禮拜的畫面主要是這個 比較新一點 那裡面的話就第一個 3.64 所以我們又 跟上學期不一樣是又更新了一個兩個版本 然後再來Jungle Jungle下載 下載之後把它放在 Python裡面 當然你放在其他地方應該也可以找得到啦 只是說我是建議你剛才放Python 比較不會 這邊一個資料夾 那邊一個資料夾 最後哪個資料夾 需要哪個資料不需要 那你會很麻煩 而且如果你要重新建一個環境 那就會相當 相當要把它整合在一起的話 又麻煩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我們把 這個Jungle放在Python裡面 輸入一個 Python 空一個 setup py 空一個install 特別注意 這個可能你在 因為Python會找到那個Python的那個 這個這個路徑 所以 我們在安裝Python的時候 它底下有個 add paste Python 其實就是它的什麼呢 它的那個路徑 所以你特別注意喔 如果上個禮拜 好像有同學 最大問題應該是 這個Python 出現說什麼 無法找到那個命令提示資源之類的啦 所以可能就是你那個paste沒有打勾 那再來的話呢 去下載Eclipse 並且把它 跟 再安裝一個外掛 上禮拜做的 那這外掛掛完之後的話 基本上呢 就已經 好像上禮拜就講到這裡 而且呢 再來就是要把那個 Eclipse打開 不過Eclipse還要安裝一個那個 Java的環境 所以上禮拜做完之後的話 那我們基本上看到的東西 我是把它放低疊底下 我把它打開看一下 基本上 在低疊底下 應該 低疊 OK 然後我會有一個 Eclipse 底線 底線 Jungle 它本來下載的時候是 Eclipse 只是我後來把它重新命名加一個底線 Jungle 表示我要開發 這個 Eclipse可以開發很多東西啦 所以這個主要是針對Jungle 然後呢 因為我有已經有裝了那個 Java的 JDK 所以 打開之後呢 就不會出現那個 什麼 好像什麼 JVM 好像他少了什麼 JVM的那個 錯誤畫面 理論上應該就可以把它開起來了 那 這樣子的話 我們 環境應該就準備好 但是 我要怎麼知道說 我 這個環境 是真的已經可以開發 Jungle 那這個當然很重要 那我們要來做測試 好 那打開之後你會發現上個禮拜 我有在 Workspace 指的是我將來那個 開發的專案要放哪裡 那我就把它放在 低碟 底下 的 Jungle底線的Workspace 也就是說我將來也都是放在低碟啦 那主要原因是將來我們這個環境都會還原喔 所以你盡量不要放在C碟 除非 那個 硬碟是就是你自己的電腦的話 沒有關係 不過自己硬碟也是一樣 C碟可能有時候 會 什麼 系統 掛掉 盪掉 你可能要重灌的話 那當然還是放低碟比較保險 好那按一個lunch 我們就把它執行起來了 執行起來之後的話呢 那待會我們再來 確定一件事 就是 這個環境 是OK的 確定可以 開發 Jungle 那 怎麼樣 確定可以開發 Jungle 這個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待會再來看 那請各位 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部分 稍微 複習一下 Review一下 好 那待會呢 我們 再來確定 幾個東西 好 因為打開之後呢 他還要再做一些設定 你要先確定幾個設定是OK的 好 然後再來run 就 就沒有問題了 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所以第一個 那個 上個禮拜的雲端 硬碟的位置 你就把它輸入上去 然後 雲端 跟 論壇上面呢 如果你沒有加入的話呢 也許你可以再把它加進來 那回去的話 記得把那些細節 蠻多東西的 所以有時候感覺好像就是 呃 所以微軟的那個Visual Studio有點像 這個 菜就煮給你 你去飯店嘛 你去餐廳 他就端來給你吃了啦 你也不用說你這個要買什麼 那那Python的話就是 你變成你要 也不是要自助餐 你可能要自己煮 呃 他給你食材 然後你要全部把它混在一起炒一炒 那能不能吃 不知道 有的時候可能你忘了放鹽巴或者 或者是忘了放什麼 那 這個就會容易出問題了 但是呢自由軟體好處就是他沒有費用的問題 但是你如果用商用軟體的話你就是要費用問題 因為可能你要花一點錢 這個東西是服務 服務產生的價值 其實這行這個世界是目前喔 未來的環境裡面很多是service是有價值的 那其實目前最賺錢的 五家公司啦 像美國市值最高的前五家公司都是做service 都是空的 像第一名Apple啦 有沒有Apple做什麼 就手機嗎 他有沒有工廠他沒有工廠啊 就委外嗎 紅海幫他做 可是紅海一支手機可能賺一兩百塊台幣而已 他賺兩三 一支賣兩三萬的他賺 紅海賺一兩百塊 對 那第二家是Google啦 第三家是微軟 第四家是可能亞馬遜或Facebook 他兩家差不多 好所以你會發現了前五大 都是跟軟體有關係的喔 所以未來世界好你可以可想而知啊 那整個大 全世界美美國軟體 他在前面嘛 那 當然台灣是受大國影響 所以如果你要 未來要比較多的機會啦 反正就跟著這個技術啊 主流技術走 他應該就沒錯了 好所以你只要是至少你要把 像Python學好 未來可能是基本的 上學期那個同學是 發現那個連對岸的中國大陸也已經把那個Python列為他們高考 高考 必考的一個科目之一喔 也說以後他們連城市設計都一定是他們考試科目之一 像今年那個 原資大學 大一新生喔 全部都要修城市設計 欸這個 我有發現因為 剛好是 我也我也幫忙教那個陳設計課啦 我發現 當然是很難喔 可是好像也沒辦法 必修 而且還四學分 所以可見的這個應該是一個趨勢的問題 請各位呢也許先把上禮拜的東西先準備好 待會我們來確定一下 這個環境 是可以work 然後呢再來就開始我們要來 利用這個環境呢 撰繫我們的第一個 專